OK 等下 OK 先關機 那邊還沒有關機 那邊看不見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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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等下 還可以 還可以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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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今天一班建制派的議員 會有一個聲明 我會先代表建制派的同事 讀出這個聲明 然後我會講我的意見 接著我會交給不同的同事 講一下他們各個黨派的意見 首先就是 昨今兩日大批黑衣暴徒為了製造所謂的三罷 企圖令香港停擺 四處破壞倒路 襲擊路人 並針對多過建制派議員 地區辦事處公共設施 和個別商店 食店 進行破壞 而且暴力的行為 更加是繼續升級 包括在高處向馬路上 和東鐵路軌 投擲寵物 企圖倒路 和製造嚴重的車禍 又不顧乘客的安危 在上班時間 向港鐵車廂投擲汽油彈 更甚的時 暴徒竟然向持異見的市民 活兒燃液體 點火 令他身受重傷危殆 暴徒的惡行 破壞法治 罔顧人命 喪心病狂 我們對他們 踐踏文明和道德的底線的所作所為 予以最強烈的譴責 持續五個多月的黑色暴力 已經令廣大市民人身安全 言論自由和日常生活 受到嚴重的威脅和剝奪 越來越多的市民被私了 其實即是進行私營 雙鋪被搗亂 香港正逐步推向沉淪的深淵 我們重申 我們全力支持政府 依法採取一切的措施 盡快止暴濟亂 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恢復社會秩序 令香港重回正軌 重新出發 這個是我們建制派議員 對於這幾天的一些暴力行為的聲明 接著我要講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首先 又是我們 我們又出來譴責了 我們這過去幾個月 相信很多市民都會說 你們又譴責了 譴責完之後又譴責 接著叫政府做完又做 但是都是這麼亂 這幾個月發生的事 是令到我們大家都覺得 為什麼香港會變成這樣 但我想說 這段聲明 雖然大家覺得 又是這樣 但是我們都必須要說 因為我們一定要告訴香港社會 香港社會 我們是反對暴力 有一幫人是反對暴力 我們不能夠只是給那些人 那些暴徒去壟斷我們的聲音 所以我們一定要發聲 當然可能你覺得 你不煩我也嫌 但是我們一定要一再重生 同時可能也會問 現在有什麼可以做呢 事實上我們過去幾個月 我們建制派的同事 不斷向政府提出不同的建議 要求政府採取有效的措施 包括檢視我們現在的法例 包括用緊急法 包括不同的部門要做一些工作 去真的做到止暴制亂 但是可惜 我們見不到政府有一些很具體的工作 當我們說香港有老鼠有鼠患的時候 政府都會做一些跨部門小組去處理鼠患 這次這個暴力事件已經幾個月 究竟政府有沒有什麼跨部門的工作小組 去處理這些暴力的事件 還是只是靠一兩個部門 靠警察去做執法的工作 其他部門就是與它無關 所以我覺得 政府現在最具體做了一件事的 就是所謂那個對話版 但是我們見到對話版成立了 又把人出來做這個對話版的主任 究竟我們的暴力事件有沒有停止到 沒有 終於是越來越升級 其實有很多昨天我在過去 我一直都收到很多市民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不是需要對話版 我們現在需要止暴辦 止暴制亂不是說了當做了 所以我們過去這幾天 我們是看到我們收到很多的片段 都是有很多暴徒的暴力行為 這些暴力行為 我們真的覺得 為什麼香港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香港人做得出的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都收到一些片段 是一幫很可愛的香港人 我們的市民他們自己自發清理路障 他們清理馬路的路障 也都見到我們的市民大家自發 去支持我們的警隊的工作 做一些執法的工作 所以其實現在呢 相信我們再建制派的議員出來 譴責暴力 這是必然的 還有促請政府去做多一些工作之外呢 我相信現在都是我們市民民間要抗暴自救的時候 所以呢 我自己呢 我都會稍後會做一些行動 要發起我們一幫愛香港的市民 我們民間要抗暴自救 那我交給我們其他的同事 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好的 其實今天在這裡說 我們譴責暴力呢 那個難過的程度呢 應該比以往是更高的 因為的確發生的暴力 包括早兩天 包括傳媒界的朋友 是被問了哪個機構 查了記者證之後 去故意去襲擊 包括大學校長 不只是住宅外面噴油 而是已經是爆隔 入了校長室裡面 包括見到普通的人 因為政見不同 或者只是表達了對現狀 叫大家不要這樣破壞 遭遇到焚燒危害生命 的一個暴力的襲擊 也都看到 現時暴力的升級 是社會上已經沒有辦法承受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在這個時候 是真的 就是無論什麼政見 恢復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法治 我最近是特別憂心 看到法院 都有受到襲擊 受到縱火 法院已經是一個 我們最後的堡壘 就是在一個社會裡面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是共同的 我們是接受 用法律 來解決問題 但是現在很肯定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已經不是用法律去解決問題 看到的暴力的行使 是跟他們說的 要求民主自由 是背道而馳 也都是傷害了別人的基本人權 包括生命權 言論自由的權利 出入的自由 所以我很希望 大家是要回復理智 我們的社會要回復理智 我也都是作為建制派的一員 我們的確是覺得 政府過去幾個月 很多樣東西 就是一個字 慢 所有人都很焦急 但是他們做很多的決定 去面對這個危機 給我們看到是各自為政 是沒有一個統籌 不斷不斷要求他們 是有一個起碼 怎樣去做決定的心戰室 我們好像都看不到 去到這樣的危機 絕對一個社會 是不應該只是交給警隊 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的確是有一個政治的問題在 應該是更高層次 政府跨部門去解決 所以我們都認為政府 有很多樣東西 只是告訴我們 我不做這件事 我暫時不做那件事 但是沒有一個很清晰 他會繼續做哪一件事 我自己本人 提出了 我 在政治手腕上面 是應該參考 英國 英國當年 當年 2011年 人家一個禮拜之內 已經是 果斷執法 現在又出現騷亂 果斷去 行使它可以應有的有效的法例 我們香港並沒有 我們香港很多法例是沒有用到的 我們在這裏再一次呼籲政府 不要溫溫吞吞的去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 我要求成立的這個騷亂委員會 是包括前因後果 亦都是找到將來 怎樣可以找到我們現在社會 充滿這麼多仇恨 還有世代看東西的不同 不過我很想說 我有些欣慰的是 過去幾個月 特別是這個月 當暴力這麼升級的時候 我是收到不少年輕人給我的信 他們是大學生 他們是說這些人不代表他 不過他們是不敢出來 因為一出來就起底 亦都想上課的人沒有得上 因為如果去上課 亦都會被人去批鬥 香港已經去到一個什麼的社會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政府是有做得不好 大家一起回復理智和法治 一起再給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而不是繼續美化 一些我認為已經失去了理智的暴力 甚至是慘不人道的這種手段 包括活生生這樣 去燒一個跟自己意見不同的人 其實香港真的沒有發生過這些事 我希望大家協助一起制止 因為這件事 香港人是一個家 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我們都是同一條船 無論哪個崗位 什麼政見 我們都要好好保護 現時我們行之有效的 法治社會 多謝大家 我們看到過去這幾個月 暴徒的暴力不斷升級 去到昨兩天和今早早 我們看到已經發展成為極端的邪惡和殘忍 這些都是恐怖分子的所謂 你們看到竟然可以用火去燒人 在車廂裡扔汽油彈 在高處扔雜物到路軌 以及扔到馬路 企圖製造重大的交通事故 我們沒有一個重大的交通事故的人命相亡 只是幸運 我們香港很多市民 這兩天非常非常地憤怒 但亦都非常無奈 他們很生氣 很生氣為何香港會發展成為這樣的地方 亦都很生氣為何香港政府不作為 過去這幾個月 他們各個都在那裡忍 死忍難忍 希望可以看到香港可以回復秩序平靜的一天 但看到的只是看到暴力不斷的升級 他們叫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不可以再容忍一些這樣的中暴派的議員 在立法會裡面繼續為一些暴徒 去美化他們的暴力 不可以再讓他們利用立法會的平台去宣揚暴力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繼續強烈去譴責 我明白大眾市民失望的 覺得你譴責有什麼用呢 我們都覺得只是譴責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們再一次強烈要求政府 用盡它一切可行的方法去止暴制亂 緊急法是否用盡所有的招數呢 沒有 我們的法庭是否應該盡快成立這個緊急的法庭去盡快處理這些案件呢 沒有 我們見不到其他的很多的政府部門盡力去幫助香港回復秩序 我們也都見不到各級的官員用盡一切的努力和市民去溝通 這些我們全部都見不到 我們只知道市民現在是很無助 出街很惶恐 能不能上班呢 能不能上學呢 會不會被人打呢 很生氣 敢怒不敢言 見到那些暴徒在旁邊走過 只不過是低頭 罵一句都不敢 拿起電話出來都不敢 這是一個什麼的香港 還有也都見到 為什麼大學那些大專院校的校園 變為暴力的溫藏呢 為什麼大學生在校園裡面可以這樣呢 這些都是市民覺得很憤怒 覺得很不應該的 所以我們不只是在這裡譴責 我們要求政府做事 回應市民 為什麼可以繼續容許暴力的發生 是不是已經用盡一切的方法 如果不是的話 請各級官員和特首 一起出來做些事 止暴制亂 盡快讓我們回復一個安全 文明理性 有秩序的香港社會 其實這幾個月的話 大家見到 有一幫人士 他們認為他們自己對的理念 就是不斷在社會上做一些破壞 昨天和今天說 他們有些要求 一些年輕人說 三罷 罷工 罷市 罷貨 呼籲一些人 我覺得在一個自由社會上 你有不同的理念 你呼籲一些人士去支持你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那些人 其他人 他們不支持你的話 那你就用一些手段 破壞或者堵路的方法 去迫使別人 去跟從你的方法 甚至乎 在言論方面 用那些暴力去滅聲 我相信這個 是不是大家香港市民 那些傳媒的朋友 覺得我們想追求的香港呢 我想提醒那些年輕人 你想叫一些上班的朋友 他們去支持你去罷工罷市 你繼續這樣搞下去的話 其實你不用再呼籲他們 因為其實裁員潮的話 很快就會出現 很多香港的朋友 可能其實都會沒有工作 到時候不是罷工罷市 是沒有工作 所以希望大家想清楚 就是過去這幾個月 大家其實追求了些什麼 特首林太昨天已經說得很清楚 其實他用暴力的方法 你們想去追求你們的要求的東西 其實政府是不會答應的 所以你繼續用這些方法去破壞 到最後受苦的話 是全部我們所有香港的人 我們去承擔的 所以希望大家細心想清楚 好嗎 Eunice 在過往那幾個月 看到暴力不斷地升級 尤其這兩天 有很多罷工 阻礙交通的這些市民 或者是示威者 在路上設路障 其實真的影響到大眾市民 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 影響到我們出行 上班上學 完全是做不到我們所說的 繁榮香港經濟 安全 其實完全是做不到 你說說我五大訴求 天天都有新的訴求 現在我們聽見新的訴求 就是要解散警隊 或者要重組警隊 但是這一點 是不是可以做到 做不做到 有什麼事上來 有暴力 有暴動的時候 不是警察去幫我們的情況下 誰去幫我們 其實這個訴求 真是不可能 不可能達到的 如果天天都有些新的訴求 你天天都說 缺一不可的話 究竟我們是和那些什麼暴徒 和那些什麼示威者 去做一個談判 做不做一個談判 其實真是做不到 我們新民黨 我們也都是有區議員的辦事處 有一些候選人的辦事處 再次被人破壞 也都是被人包圍 被二百多人包圍 那麼這些選舉的暴力 是不是應該要持續呢 我們怎樣去進行一個安全 公平公正的選舉 這個大家都擔心 市民其實大家都在擔心著 究竟整個暴亂 整個香港這個亂局 什麼時候會停 天天都是這樣問我們 天天都是問 政府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政府已經是釋出最大的誠意 希望和大家去談 去講 去解釋 但是我們希望市民 或者示威者 都以一個理性和平的方式 去表達自己的訴求 不要再將自己的一些 講自由的主義 凌駕於我們香港市民 其他人的福祉 謝謝 我只是很簡單地講一講 我特別是認為呢 昨日是因為政見不合 而有人去放火燒另一個市民 導致他重傷 我這個是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這個是一個喪盡天良的行為 我也都在講 再三是要求政府去考慮 參考英國早幾年應對暴亂的方式 成立一個24小時的特別法庭 加快去處理審理暴亂的檢控 這樣才可以真的起到一個阻嚇性 好像剛才穆美娟這樣說 我們已經作出了很多次的譴責 我知道這個結果未必有用 但我很想大家停一停 可不可以停一下 不論是警察 記者 消防員 示威者 年輕人 其實我相信大家已經經歷了五個多月 大家已經是很辛苦 香港已經是很辛苦 我們的譴責可能你們覺得沒用 但大家可不可以停一停呢 一些不對的或錯的事 大家在網上停止去作一些煽動 或者是錯誤明只是錯的 不要再去傳達開去 我們大家自己盡一分力好不好 我們大家不要一起火上加油 我們一起為香港停一停 只我想不到還有什麼的方法 政府是做得很差 是不值得我們任何一個人 去犧牲自己的生命 年輕人的生命 警察的生命 記者受傷的生命 沒有人值得在這件事上面 去受任何的傷害 請大家停一停 我們自己做回自己應該做的事 我自己也是跟自己說 一路以來 不要火上加油 去到昨天 見到是被人火燒那段片 見到有年輕人中槍 我想大家跟我一樣 看了一條片 是喊了出來 因為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不論是開槍也好 不論是火燒也好 任何一樣東西 我們是人來的 我們有人性 有憐憫的心 也都有正義的心 在這一刻 請全部人停一停 還有最後我想說的是 11月24日是我們的區議會選舉 如果大家真的 我們覺得要同心合力 是令到這個區議會選舉 能夠公平、公正 能夠順利進行的話 更加要停下來 讓社會休息一休息 我們現在這一刻 還有時間 給我們時間 去復原一陣 去面對我們的區議會選舉 我希望不論任何的黨派 不論任何職業的人 我們一起團結 去完成這一次的選舉 令到我們的社會 重新上路 而政府方面 我相信 我們建制派所有人在一起 一定會 用我們的方法 希望政府出來 讓他們用政治智慧 去解決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各位 生命是很寶貴 你們生命只有一次的 大家年輕人 任何的角色 你們是人家的子女 我們是人家的父母 每個人都應該要珍惜你的生命 我們不值得在這件事上面 有任何一絲毫的傷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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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第一 我不能夠代表我所有的同事說 正如我剛才說 其實在過去幾個月 我們已經作了不同的建議給政府 包括檢視在現在我們現行的法例上面 怎樣可以做到一些工作 包括在緊急法下面 有些甚麼工作又可以做到 我們其實也有同事建議 包括特別法庭 去處理現在這些拘捕的事件 案件 我們說就說了這麼多 剛才你說有沒有一個清單的政府做呢 這個清單在過去幾個月 已經不斷的 口說又有了 見面又有了 都提了給政府 我想在我們 如果你都跟我們一起建制派 參與了我們建制派的記者 很多次 我相信你都聽了不少我們這些項目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隨便一樣 政府有沒有回應呢 似乎剛才我自己說 剛才我所說的 政府最大的回應 就做了一個對話辦 但是似乎對話辦 並不是指到咳 不要說指報 連指咳都不行 而且是越來越嚴重 我現在需要的是一些果斷的措施 所以有些市民真的跟我說 我們看到一些網上的市民 傳一些文章給我看 我們現在不是需要一個對話辦 我們需要一個指報辦 我們需要一些 政府要做一些果斷的措施 正如我剛才也說 除了我覺得現在 我們與其在等政府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推出他的指報措施之外 我相信我們的市民 都要去自救 我們真的要想一下 我們大家一起合力 和民間的力去指報 至於你說 是否有一個對於區選的問題 我們沒有討論過 建制派的同事 是沒有討論過 究竟需不需要有個死線 或者什麼 不過在我們過去這麼多次 我們都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包括我們的市民 我們做議員也好 我們都渴望 我們都渴望 可以在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下 進行這個選舉 令到市民可以 勉於恐懼去投他們這一票 因為這個才是真正的民意 我們都很想 有市民可以就住 現在這個社會的事件 他們考慮了 現在這個社會的事態 他們的感受 最終他們可以投一票 他們可以用選票 去表達他們對於暴力的意見 所以我們是不希望 有人去干擾那個選舉 我們不知道 今天其實有人都問我 這幾天的暴力升級 究竟是否因為有人想 干擾那個選舉 我真的希望不是 因為我們 一個這麼文明的社會 我們是尊重 選民有一個選舉的自由 所以我們真的不希望有人 透過這些暴力事件 來去干擾那個選舉 或者我也補充一點 我實在想說 就是政府在止暴制亂的方面 現在很明顯有很多市民 就覺得 只有警隊在前線 去負責做止暴制亂 看不到 政府能夠有能力 統合到其他的部門 去配合去做止暴制亂 這就是市民的觀感 我們在街上聽到的市民的觀感 我覺得作為特區政府 都有責任 既然市民都有這樣的觀感 是不是他應該做一些良好的協調 或者給一些決心 正如我們剛才的同事 麥美娟所說 會不會有一個跨部門的協作 在裡面 是真的讓人們看到 是全特區政府 上下都配合去做止暴制亂 就不是只有警方孤軍作戰 我覺得這就是我想補充的一點 哪些政府可以做? 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推荐和推荐过去年纪, 但我们非常感激烈, 因为政府没有做到任何短暂的行动。 所以,我认为,除了招待政府的政府, 所有的领导, 看看什么政府可以做, 或是所有政府的政府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或是所有政府的政府去抗争。 所以,我希望政府会听到我们, 而会立即使用任何施策的方法 去防止暴力。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希望所有社会们的支持 香港是一個民生的社會 我們在社會上想要恨恨恨 我們不可能會處理這個人 香港是一個秧極社會 我們要恨恨恨和命令 我們要恨恨恨和平衡 我們要求我們在社會上 我們要求我們和平衡 我們要求我們做一個好東西 跟我們派對這個人 好像今天和昨天這麼多激烈的事態活動 主要可能是因為一些示威者受傷或者是失去心靈 這個時候再用一些強硬的手段去制止火制亂的話 會不會擔心有些法律效果出來了 首先我要講清楚 現在我們要求政府去做的所有措施 並不是你口中所說的強硬 我們是要求政府要檢視現在的法例 是推出政府應該可以做的事 我們現在是叫政府做它自己應份要做的事 就不是好像你說的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英文要 suppress那些暴力 suppress別人的事 並不是這樣 而是一些應該要做的事政府要做了沒有 法例容許它做的事它做了沒有 所以我們是要求政府做回自己的本份 做回自己的責任 至於那個跨部門的小組 剛才你說除了是保安安全的問題之外 其實我們聽到很多市民都會問的 究竟這些路障除了是警方要幫忙 他們去掃地掃這些玻璃搬這些鐵欄之外 其實很多政府無法幫忙的 我們看到路邊那些鐵欄被人弄了 其實現在很危險的 一枝枝鐵還在那裡 那這些事究竟幾個月裏面 政府部門有沒有一些跨部門的小組 去協助去處理這些工作呢 那我們就見不到 老實說 捉老鼠就做一個跨部門小組 就要司長帶領我們搞全食清潔 但是現在這些社會的暴力事件 越來越升級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 都要做一些跨部門的小組 每一個部門每一個政府的班員 都是有責任去令到我們的社會回復安寧的 我想有一個例子很荒謬的 你都可以想一下就是 當中資的銀行被人家的暴徒大幅破壞之後 圍一塊板都居然是有一個地政的部門 去說你這樣違法要他不准去圍板 如果一個政府是真的有決心止暴制亂 協助到所有部門的 就不會出到這些地政這樣的所謂的說法 人家要保護自己 都居然可以給一個這樣的政府部門 去提出一個這樣的指控 真是有心去止暴制亂就不是這樣了 所以我覺得回應剛才記者的朋友的題目 政府是有決心要阻止暴制亂 就請他真的協調好所有的部門 那些部門大家一起互相去配合 很多細節包括剛才麥美娟都說過 很多細節的東西都是要各個政府部門 大家互相配合去做 就算我剛才都說的24小時的特別法庭 這個都是參考英國都是行普通法的國家 人家當日去應對一個暴亂 這麼大規模的暴亂 他都下決心去做到一個24小時特別法庭 去加快處理那些審理 這個其實都很老實說 都是一個協助的成份在裡面 這樣一個補充而已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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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